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瓜 葫芦瓜 各种瓜类 它和一个藤要连接的地方叫瓜笛 有个成语叫瓜树笛落 这个瓜笛和这个蔓子连接的地方 它的重要性特别的重要 为什么 如果你脱离了这个长青藤 这个瓜就烂了 瓜就死了 那是生命的根本 所以是瓜没熟的时候 不能从这个长青藤脱落 如果脱落了就是死亡 那么拿我们人来讲 我们和这个法界这个长青藤 它叫永生的果 永生的法界 我们的生命是靠永生的法界 源源不断的 像我们这个葫芦瓜 葫芦娃 不停地传输能量 那这个瓜笛所在的地方呢 在我们人的额前 这个头额的这个前方 你闭着眼睛 你们现在闭着眼睛 感觉一下 闭着眼睛 亮晃晃的 感觉有一个灯 还是一个什么光源 在那个地方亮晃晃的 大概是一掌 从这个天幕两眉中间这个点 斜上方一掌远的地方 有一个亮晃晃的光源 很多人以为那个是灯光 不是 你如果是屋子是黑的 你闭着眼睛看 那也是明晃晃的 这个人体没有生命光就死了 人的生命怎么是活的 就是你体内有光 有光 你的生命就是活的 没有光 你的生命就死了 所以是要重视 这个给你生命 传输 法界 无量光 按照你们基督教的说法 天主教的说法 是这个上帝之光的 这个源头 他就在自己的 这个额前 这个明晃晃的光源地 那么 你仔细观他 你闭着眼睛 你用脑子 用一下自己的脑子 想他成为一个源球 这个叫心意下功夫 把这个明晃晃的光 聚起来 这个叫聚精会神 聚起来 你们现在闭着眼睛去去 它慢慢就会形成一个 一团光 这一团光 像平方球大小 再压缩它成 斗粒的大小 再压缩成什么 明点 星星 像远方天空的一点 星光 那么大小 所以是 再慢慢地 它会放大 又变成 斗粒的大小 乒乓球的大小 甚至更大一点 像 天上 十五 这个月圆 夜 悬挂的 一轮明月 所以是 这个 为什么佛陀 选择在月圆之夜诞生 在月圆之夜 堵明星而悟道 这个 在月圆之夜 而视线涅槃 你们现在就知道了 这个 在我们所有的 本师教法 史加姆尼的教法中 这个月轮很重要 这是你生命的敌 是你这个葫芦娃 这个生命体 你这个肉身 你这个肉身的生命源头 你和法界 长青法界 长生法界 连接的根底 所以是古圣贤 老子提到 这个 身根故底 长生久世之道 也就是说 你所有的内观禅 所有的 这个界定会的修炼 都跟这个 敌有关系 它是生命的根底 是你这个瓜 这个能够长生的根 和敌 离开它 你就没命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